在啊 所以Barkus在 谢谢你 因为我通常 学生不开镜头 我会有点教导不自在 所以大家可以开镜头就开 所以多一点interaction 就是互动 我们可以上的比较轻松 就不会一直 一直在我听我简话 如果你们头脑会浪掉的 一直吸收的话 头脑会卡着的 所以大家看 你们在接下来6月7月的考试 还是这边有些学生考完试了 所以如果你们是之前考试的话 通常maximum都考到Bark3 就是你们的Bark3 所以我们尽量快快复习 你们的Bark1,2,3 重点复习你们的Bark4跟Bark5 With练习 我们今天尽量做很多练习 一个一个问 随便以为 你们上seminar就不用回答问题 我也是会教的 所以杰汉 刘璇 你们这几个 我顺着我的camera练下去 练下去 杰汉,刘璇 Ivan 过后Eva 梁子玄 然后自详 紫阳 跟空号 OK 所以记得 我会一个个叫你们尽量去试题目 来看我们的Fone 1 Seminar 我们要学的五个单元 复习的就是第一个 你们的Aramata Angin 所以记得 Aramata Angin 这是它的Definity 它的意思就是 比如讲考试会叫你 Jalaskan Aramata Angin 或者是Aram不了 你就要写完整个句子出来 所以记得Ara 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Halatujo 一样的东西而已 就是你的方向 所以如果是Ara的话 我们这个词叫Aramata Angin 对不对 风的方向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去 那个角度 接下来的角度就是怎么的方向 所以记得配起来 Halatujo Sotutempat Dari Sotutempat online OK 这是它的Definity 然后 如果它只是问 有哪一个风向的话 我们通常就会有八个风向 但是当它问 Brapaka Janis 总类 我们的Aramata Angin 请记得 Halat 我们的Aramata Angin Utama 主要的 跟Praantaran 这个是我们主要的 我们的东南 西北 跟我们的Praantaran 就是 风向之间的角度 我们就有我们的 东北 东南 西南 跟 西北 对不对 所以这些我们叫做 Aramata Angin Praantaran 所以这边都是我们的 Shotform TL stands for Timulawad 然后BL stands for Barat Lawad 所以BD是Barat Daya TG是Tenggara Shotform不了 所以为什么要去 背风向呢 因为当我们可能在 省林啊 在航海的时候 在海边啊 我们可以用 指南者去变着风向 我们是从西边来 去到这个中心点 所以我们要回航 我们就可能向这西边 回去 用Compass 所以除了用Compass 可以辨认风向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太阳 对啊 所以基本上现在都 大家都有 电话了 对不对 所以只要有Signal的话 你就知道用GPS 对啊 你就不用Compass 但是以前 我们就是要用最简单的太阳 跟过后 我们有技术了 过后 我们就用指南针 去辨认风向 去辨认你要去的风向 所以如果是太阳的话 你们只是读过就好 因为 只有FORM1的考试 还会问用太阳来辨认风向 基本上FORM2FORM2 他们出现在 Drography的考试 都是问怎样用指南针 去辨认风向 所以这一边 可是我们再去看 我们想看最简单的 怎样用太阳来辨认风向呢 所以请记得 太阳每一天都是因为地球 是从C转向东 所以请记得啊 如果这是地球的话 太阳在这边 对不对 在那里都好 地球一定是从C转向东 所以当地球自转 是从C转向东 你们小学学过 它还就会 从我们的角度看 太阳就会从东边升起 西边落下 which 太阳其实是没有东的 是地球自己在东的 所以地球的风向 有北 南 东跟西 所以地球从C转 自转 转向东 太阳从我们的角度 地球角度看 就很像是从东边 升起 东升 西落 所以请记得 Turbit 是太阳日出 OK Turbonab 是太阳日落 所以日出是低末 日落是西边 可以吗 所以我们的南瓜 南瓜 要去用太阳来辨认 我们的风向的时候 一定 通常是用右手 一定啊 就是它会向哪方向 东的反语词就是西 北的反语词就是南 所以只要我们将右手 指向东 左手就一定是西 所以 我们有前面跟后面 对不对 我们的背后跟我们的前面 所以前面 面向的一定是北 不管在地球哪一个角度都好 只要你用你的右手 在白天的时候 看到阳光 太阳的方向 白天 before中午十二点了 但因为中午十二点过后 阳光就会 太阳就会超过去到西边了 所以日出 白天早上的时候 before十二点 我们只要用右手指向东 我们就会面向北 肯定了 可以啊 所以我们的屁股后面的方向 就肯定是指向南 OK 所以左手就是你们的西 所以请记得第一个 早上的时候 before中午十二点 用右手指向东边 太阳热出的地方 我们的左手就是指向西边 太阳热露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面向 所以这个最后一个 记得背起来 我们前面的一定是 Uttara 后面的一定是 Sratan 可以吗 所以这边有问题吗 大家 有问题举手啊 你们可以按那个 symbol 还是你们直接 写出来 老师 再重复多一次 第几个部分 可以吗 简单有问题吗 这一个简单 你还blur background OK 其他人 记得可以 color画开camera OK 所以这边 明白了 所以下一个 我们用指南针 来确认风向 所以这个考试 最喜欢出现在你们的速度了 就是一整个 最早四分 最多五分 怎么会四分跟五分呢 因为第二个方法 还有两个 keyword要背 第一个是要将指南针 放在平面上 第二个是指南针 要远离金属物品 所以这个其实 可以变成两分的 所以如果老师 考试出很多范围的话 他就会将五分 变成四分 用这两个keyword 变成一个句子 这个就是省了一分 他就可以用一分 再问多一体出来 OK 所以第一个 我们用compose 来辩认方向 一定是比较精准 比较有效率 就是有效率 就是指比较简单的意思 muda 你们可以写下去 efficient就是有效率 也是比较快 快的话我们叫做muda 简单 就很像你们要吃东西 吃什么东西最快 方便面 因为它够简单 它够有效率 一下子填饱肚子了 那是不健康 但是不代表这个是不好啊 这是更 更准确的意思啊 更准确 更方便 所以第一个步骤 我们要先站着 拿着我们的指南针 不要去用了 先 面向 面向 object 就是你要面向 你要去的方向 面向去那边 然后拿出你的指南针 不是放在手 你的手一定会有抖动的 所以你的手不平 你的手会震抖动的好 它就不是平的表面 所以第二个步骤 将指南针 放在你前面的平地上 所以放在平面的时候 它的针就可以自由转动 只要你放在 凹凸不平的地方 是你手拿着 它可能就会震动到 那个针不能够指向 N 就是我们的North 佛语 Uttara 华语 北 所以一定要让那个针 要跟北 对齐之前 你要确保你的这个整个指南针 是在平面上 然后是远离任何的object 这样多些金属物品 因为只要有任何的金属物品 它们就会少少 它们就会拥有少少的那个 就是磁力 所以有磁力的话 它就会细着我们的这个 指南针能交融 就会导致我们不能够去 让那个针慢慢 Orientasi干去 我们的Uttara 它会影响你 它就是你以为哦 那个针在这边停着 然后这个N这边 你要让它对准到它细着 或者是你以为 将这个N转去这个针了 其实它真正的北 是在这一边 就是因为你旁边 这边有一个金属物品 所以记得 你们的第二个步骤 有两个东西要注意 放在平面 远离金属 然后第三个 这两个都达成了 我们再慢慢旋转 就是慢慢调整 Orientasi干 让我们指南针的 Yarum 跟那个北 是重叠的 可以吗 Sahinga Yarum Kompass Menghala 跟Arab Uttara 想让它重叠 所以你看到 这个针 你们的Nots 跟它的这个N N North北 它是没有调整的 所以你要慢慢转 这样转 让你们的这个Compass 向去右边转 所以针是已经指向表的 所以只是将我们的这个Compass 慢慢让这个N 跟这个针 重叠 可以吗 所以这个指南针 有三个部分 可以吗 整个指南针的壳 我们叫做Beruma 指南针的针 就叫做Yarum Kompass Yarum 所以最后一个 一定是它这个指南针里面 这个针下面的这一个平面 就是你的刻度 你的东南西北 东北 东南 西南 西北 这个叫做Beruma 也叫做Berumka Sorry 不是Berumka Berumka Compass 也叫做Berumka 表面的意思 那个刻度 OK吗 所以知道 我们的Compass 有三个部分 只要让我们的针 跟那个表面 重叠 就是指向我们的北 这个重叠了 过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读 你要向那个方向的角度是什么 你要去到那个方向的 风向是什么 OK 不是角度 风向 所以角度叫做Berumka 所以还有问题 怎样去背 Berum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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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四个步骤 他是很喜欢出的 OK吗 OK啊 所以Berumka 我们的角度 所以一整个圆圈 从北开始算起 旋转一个圆圈 它就是 完整的360度 为什么我们是 从零度开始算起 对不对 所以来现在 杰汉就关了camera 怎么 你拍谁啊 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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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你 看camera 给你最简单的练习 我们现在将 我们的Aramata 跟我们的Berumka 融合在一起 给你最简单的问题 杰汉 Uttara 什么角度 Uttara 大家可以拿笔 出来记录吗 Uttara 是什么角度 写哈马就行了 他未必是零 他是零 也是选择一整圈 我们叫做 360度 为什么是360度呢 大家 可以写一下 Uttara是零 或者是360度 因为你们小学都学过 从这一边 一个直角 我们叫做 90度 所以两个直角 我们叫做 90加90 180度 所以三个直角 9327 所以这个是 270度 所以四个直角 4936 所以360度 可以吗 陈发表 没有问题啊 下一个 刘璇在吗 如果一个直角 是90度 这样半个直角呢 90度的一半是多少 可以了吗 所以这个是你们的四十五度 OK 下一个 直选 你的英文名叫 Christian 你叫 Eva 还是你只是放左 Eva 可以告诉我 Dengara的角度吗 Eva 可以明白 Dengara 所以很多学生 没有背到这部队 包括我 其实也没有背了 但是我知道 它的concept就是 90度的一半 四十五度 所以我就会将 90加四十五出来 背到吗 Eva 90加四十五 答案是 你不要加 你可以拿来减 180度减掉 这个四十五度 答案就剩下 这边 这个Dengara的角度 可以吗 Eva 答案是 不要相信街头的 去按Calculator 因为很多学生 每次心酸都算错 所以明明是送分给他的 这个Demolaw 这个Dengara 这个Badadaya 跟Badadaya 都背错 Bearing 数度 对啊 对一百三十五 这样没有信心吗 没有Uncalculator 还是你心酸 所以不要心酸 看我连学生 有一些 他们真的是 所谓的七减二 峰发了都还是算错 七减二点有六 我真的是傻眼 昨天没了 真的我叫峰发 所以记得 不要相信自己头脑 相信你们Calculator 否则也算数啊 OK 可以啊 所以没有问题啊 指向 Badadaya 所以你可以拿 180度两个直角 再加四十五 还是三个直角 二百七十度 减四十五 所以 自想 路支向 两百 二百二十五度 因为不是自想讲答案 是空号讲答案 空号 路支向不在 上Saman就已经 五分钟 五分钟就已经 KO了 225度啊 OK 二百七十减四十五 所以炉子 这样不在 还是你不会用 那个chat 那 最后一个 巴拉拉文 老师最喜欢 出的就是巴拉拉文 因为他的号码是最大的 三百六十减四十五 还是二百七十 加四十五 在吗 这些啊 真的不在 路支向 所以这个就是 在 快 把它拉 会做吗 不会做到 哈梦我讲 算啊 因为这个是revision 我没讲到很仔细 我只是加一个 大概模式 所以快 这下 三百六十减四十五 也可以 二百七十减四十五 也可以 三百一十五啊 所以这个请记得背起来 三百一十五 所以这边 整个巴拉拉 还有问题吗 没问题 所以你们现在回答了的 都 应该回了 所以剩下来的学生 还没问到的 之前很够 Ivan 也不是 Ivan问了 是不是 Ivan还没有问 OK啊 有两个 OK 一个之前 一个指养 OK 恐耗 Lumi是吗 看你的名字 应该是Lumi 对不对 给我们去看列期间 我们做完整个巴挽 所以来这一个地体 简单吗 大家 我先问Ivan先 来 子风 子风 Ivan 所以第一个 地体 什么 阿拉玛丹 什么角度 对吗 大家可以try啊 但是我问到你的话 你可以将答案写在 check to everyone 看哪 看到吗 Ivan You're the phone 刘玄 这个就是为什么 是风 very good 所以 刘玄的答案对 看到吗 everyone 这个答案是对的 所以刘玄 为什么你会是 吴达拉 哈 老师 你不讲12点钟 是吴达拉 所以你要看清楚 来眼睛 这个就是考试会出的难题 所以你们 看到吗 是不是被骗了 刘玄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的 吴达拉 所以如果这是 吴达拉 斯拉丹 迪木 巴拉 谁知道为什么 这风对了吗 刘玄 所以这个是你们的 巴拉 老师 所以考试最喜欢出的 就是这一题 这种类似的 最难的方式 所以这个 巴拉拉我刚刚做了 它是315度 还记得吗 Ivan OK啊 所以刘玄 good try 但是 考试不要做错就好了 在这边班上 我们セミナー 还是浪漫补习班 学校的复习功课 做错都没关系 记得从错误中 看好了你 犯了怎么抽 考试就不再错了 OK啊 刘玄 所以下一个 Ivan 过后 之前 try了 紫阳 你try选任何一题 你 随便选一个号码 然后我们就做那一题 看你 用的速度多快 可以吗 是 自想 紫阳 可以让紫阳 第二题 今天要找最简单的 可以来 你本事 来 来 什么方向 什么方向 第二个 可以啊 现在找一个最简单的 所以来 告诉我 它的bearing 速度 波鲁达拉 十二点钟 我们的be ok 我 我信不你写错 所以零度 或者是你们可以写360度 两个答案都介绍 所以剩下的应该都没问题了 大家 所以这些都是考试哪的地方 就是 乌达拉 你只要变成这个乌达拉 根据Compass 或者是考试不是出Compass 它中间没有东西 它只是出一个十字架 但是它这一边 它是可能它 这个图案 它画的是 太阳日出的图案 所以太阳日出的图案 这个就是你们的迪摩 你们把考试会这样子出的 所以迪摩 反方向就是 所以大家一起试试这一题 如果这是太阳日出的方向 太阳啊 日出的方向 这边是巴达 这个是迪摩 所以这个气 究竟是北还是南 很多学生就会这样子而犯错 所以恐号 No 其他人 子阳志祥 Eva 北还是南 乌达拉还是斯拉丹 诶 我自己反而弄错 恐吓你对了 我现在只弄错了 sorry啊 早上讲到现在 现在是我最后一节 所以大家一起看啊 sorry sorry 恐吓答案对了啊 所以恐吓讲答案 share出来 如果原本你三点钟 是迪摩的话 现在来到下面 这个是太阳日出的地方 它变成迪摩 就是原本这边的斯拉丹 会去你们的九点钟 所以这个你们的气号 就是你们的斯拉丹 可以吗大家 所以不要担心 你们好像很难做啊 你们只要想办法 原本背的时候 十二点钟是乌达拉 OK 这边三点钟是迪摩 所以现在 它现在花六点钟 这个是太阳日出的方式 反正的话 白天 太阳日出就是你们的迪摩了 所以从这边三点钟 去六点钟的话 原本的斯拉丹 也会去九点钟 可以吗 记得这个方式啊 所以小心考试的题目 很多种 各种各样千七百块来 考到你们 很难的方式啊 所以第一题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还需要做吗 刚才问到紫阳 孔号来 鲁蜜 Pok 这样 鲁蜜 你的应该是 姓 Pok 对不对 Pok 等一下鲁蜜 来 try 对考试的时候记得 他来 起目在问什么 你们就拿你们的鲜笔去 哦他要问的是 所以你换了一次 你就不容易做错了 可以吗 鲁蜜告诉我全部 PQRS PQRS 十二点钟 三点六点跟九点 全部 你可以告诉我一个 alphabet就好了 不需要什么 如果你会 spell玩出来的话 你就只是写alphabet 给我 PQRS 在吗 鲁蜜 对 十二点钟 我们的北 叫做 在吗 鲁蜜 不在 家人可以try啊 所以十二点钟 是我们的北 北的话 我们叫做 五 打了 OK啊 所以Q 鲁蜜 还不会 十二点钟 是北 三点钟 是我们的 地木啊 真的不在 alumi 完全不会 所以不会的话 记得去看我们前面的 note 在这边有完 你全部要的风向 在这边 这是最原本 要不要的 十二点钟 三点钟 六点钟 九点钟 可以吗 鲁蜜 OK啊 所以 所以 鲁蜜 地木 R就是你们的 Selatan OK啊 S就是你们的 Barat OK啊 这是你们的 鲁蜜 所以如果是 Berantaran的话 它只剩下你们 Selatan 所以Selatan 所以Selatan 的意思就是 这里面 List 完 出来 不然 不需要写很长的句子 这样答案全部写完出来 就OK了 所以我们从这边开始 因为通常算角度 是从十二点钟的 北 开始测量你们的角度了 所以这一个是你们的东北 我们叫做 Dimo Lawut OK啊 第一个字要答谢啊 大家 Dimo Lawut 东北 高低 下面东南 我们叫做 Deng Gara T-E-N-G G-A-R-A 所以 西南 我们叫做 Barat 不要这个等着啊 Barat 所以就会一个 Dan 我们的 西北 我们叫做 Barat Lawut 所以如果你们有注意到的话 只要你们可以配到 Dimo 跟Barat 这是你们的东边 Dimo 这是你们的西边 Barat 只要Dimo跟Barat 都是 令土 就是连接去我们的 北 Uttara 它叫做 Dimo Lawut 跟Barat Lawut 可以吗 东北西北 都是属于 Dimo Lawut Barat Lawut 加一个字 Barat Lawut OK 可以啊 没问题啊 所以下面 用什么方式 来确认风向 我们有三个 所以一个是用指南针 一个是用太阳 其实还有第三个的 你们可以写下去 这是多号的话 Dan 只有在晚上 我们用 星座 就是星星力 是若我们以前小学科学有学过的 我们的北斗气星 北极星还是南石之座 这个就是叫做 Kerudu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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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吗 星座 所以记得 请记得 Mata Hari 是用在白天的 所以Kerudukan Kerudukan Kerudukan 是用在晚上的 这个不用查 你们明白就好了 OK吗 Ruby Kerudu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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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上 星辈子 是free的 不要不要afk 如果你们afk的话 被风舞弊来上的话 我利用你们去休息 因为 一个小时半 你们真的会很累 开花花去休息 然后去看recording 更好 我们会站好 这个节课过后 会放上去google drive 然后我们的official 就是我们的admin 会将他放在official website 就是youtube 你们可以再重新去 重复看 Kerudukan 需不需要查 就像这个星辈子 是free 你们就可以一直 重新看那个video OK 所以第三个 这个就是你们的 Udara Demo三点钟 Slatan 跟Plarat 所以 要怎样用kompass 所以 Bagaimana那个kompass berfungsi untuk membantu manusia 就是指南珍 它的功能 怎样可以帮助我们 它帮助我们 更快 更精准 去确认我们的 风向 menentukan arah 可以 menentukan arah 确认风向 dengan 又快又精准 精准 简单 你要写 也可以 OK吗 所以记得 Seminar 不是交完每个单元 是尽量你已经 汇了五个单元 我们尽量 讨论答案出来 我可以给你们 答你们不会的时候 所以当我叫你名字 你们记得 Try 因为做错 没有关系 这个不是考试 最重要是你们 汇还是不会 所以下一个 为什么 为什么Jarum Kompas 永远会指向北方 因为我们的北极 有磁场 Tarika Magnec Darikutuk Uttara 朝题目 然后照去 你的答案 你的答案 多意思 Jarum Kompas Menju Kekara Uttara Kerana Tarika Magnec Darikutuk Uttara 从北极有磁场 细着那个针 指向北 OK吗 OK啊 大家 所以下一个 这个基本上考试不合 就很像 你住哪里 我住我邻居隔壁 什么是北极 地球的最北部 所以这个 OK啊 如果这是地球 地球的最北部北极 地球的最南部南极 没有东极跟西极啊 没有啊 因为地球一直从西 转向东 就没有什么的东跟西 只有北极跟南极 有点是在最北部 跟最南部 去到凤兔 你们就发现了 其实北极不是在 正中间上面 有学过吗 大家 几个 留学 北极跟南极 不是在地球的正北 跟正南 他是 斜斜的北 斜斜的南 有学过是不是 地球自转 是斜斜自转的 OK啊 所以现在没有学过的话 现在听一听 就应该记得了啊 所以他接下来 抄 怎样 用Compass Magnetic 去 确认方向 怎样去调整 在调整之前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整个咯 这整个句子 其实他就是问这里 Lanka 步骤 Lanka Lanka 去 所以你们要去确认风向的话 第一个 我们要先拿着指南针 面向你要去的风向 比如讲我要去 KLCC Lanka 我就要拿着指南针面向 KLCC Lanka 所以面在他的时候 第一个步骤 叫做 Mengharabi KLanka Object 你要象征你要去的 Object 我要去KLCC Lanka 然后第二个 拿着指南针 放在平面上 OK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 Keyber Lanka 放在平面上 所以他的针就可以转动了 所以他要转动 就会被磁场吸引 所以被磁场吸引 就要远离 Mengjaohi Object Lokan 所以附近有Lokan的话 就会吸引那个针 他就不会指向北 你就会走错 你就辨认错 那个指南针 可能他是在东北的 结果你的指南针被吸引了 你以为他在东南 所以这是两个步骤啊 第三个步骤 慢慢调整你的Compass Orienta Compass 慢慢 知道你的针 跟那个北 在那个 我们的Pemuka上面 你的针跟这个北是重叠 所以在做 Mengjao 跟Ara Uttara 指向北方 所以最后一个步骤 你去读他的Ara 出来 因为已经重叠了 所以你要去的Kelcesing Tower 他是在Demora 哦 原来Kelcesing Tower 在我的东北方 可以吗 所以这个是四分 为什么是四分呢 明明有五个Keyword 因为他们讲第二跟第三 放在一起 Pemuka 跟Object Lokan 要Mengjaohi 远离 可以吗 这两个放在一起 就是你们第二分 OK 所以我现在 freeze 那个screen啊 查完了的话 我们就去准备做 第八页 我们去量角度 所以准备拿出你们的Bearing 收入 量角度的 OK啊 所以刚才我叫了全部人了啊 所以准备 我还是会一个一个重新叫吧 但是这是我从另外一个方式叫啊 所以我跟着现在participant list 所以恐慌准备做议题 go hold down Eva 刘璇 紫祥 四个 五个 LumiPork 在吗 有人做议题啊 所以你们等下看着我的那个screen 你们去读答案出来 OK啊 记得跟着我的方式去做啊 所以恐慌 ready了吗 大家 做完了你们的 查完了你们第七页 我们上去第八页 然后我们一起去测量角度啊 所以你们拿出你们的 此处了 你们就发现到我的这个角度 跟你们测量的角度不一样的 OK 好了跟我讲啊查完了大家 我已经在第八页等着你们了 大家快啊 好了吗 压子圈弹 其他人好了吗 所以子圈准备你的那个bearing数度 半圆尺啊 先拿个半圆轨去量角度的啊 还要拿出你们的尺 跟铅笔最好 给他去准备 在那个note上面画楼去量角度 因为考试一定会出至少诗题 给你们量角度 所以这个诗题的话就是你们八分 免费八分 给他出流题更爽十二分 所以第一次考试要拿一百分不是问题 给他拿不到 就希望能拿一个九十分 OK 给他所以只有EVA做完记号的 红号 你不可能这么慢吧 kento 你拿了多少是不是kento 我放在卡下给你们去拿啊 你去拿吧kento 流行做完了goodgoodgood 是想解汉 空号蛋 子羊 哦 所以刚才那个不是鲁蜜 是你是不是kento 所以他看一个鲁蜜 box是谁原来是你是不是 im kento 我起来这么感觉你不要回答问题 看我起来这么班 反正有一个在鲁蜜 bock的人原来是你 难怪我起来这么 这个学生一直不reply我 给大家不好意思啊 这个kento啊真的是 看大家准备做完了啊 来看你们第八页 量角度有两种方式的 题目一个是用dari 一个是用k 所以要量角度一定要准备画这个格子咯 画在哪里比如讲第一题啊我try第一题啊 然后第二题我会随便找人做啊 所以来准备看我们一起刷第一题准备看 所以如果现在要量什么的角度 hadan的角度 hadan的baring 速度 但是是从pando 本阿娃 所以来告诉我 这一个风向你们画出来的时候你们画在pando 本阿娃 还是画在paran 但它的key word是dari 放在前面还是后面 准备看我们放在pando 所以pando的话 在这一边 所以你们看啊 你们画的时候记得 不要拿词 你们就去画那条线出来 因为可能我画的很明显 这样子来直吗 很多岁是他们不知道的 他们画的时候他们以为是直了 所以这个 只要你画到不直 你就会算错角度 所以要讲去量 直的线出来 大家 你们不是有词 你们的词 旁边这个 对齐这条线 这一条线对齐上面 然后慢慢你们移下去 所以记得 一定要 真的是很直的直线跟很直的横线 所以放在这个他题目给的中心点 放着下去 所以记得 dari的话 将实际讲放在后面这个 地方 然后再连去你们的paran 所以你们看paran 他给你点 所以你只要将这个 先连起来 就可以从十二点钟量到这个的角度 但是请记得 这个点是考试有提琳的时候 你们就直接连上去 如果考试不给 像比如讲这样子 考试如果不给的话 你们连去哪里 连去这个字吗 不可能 连去这一个范围的中心点 所以中心点的话 明显你们可以大概找出来 对不对 比如讲 一个点就好了 这个是中心点 发到了过后 你们就 整这个中心点连起来 OK吗 这个时候你们就开始量那个角度 OK啊 所以接下 我这个paran 速度的 这样子放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对他是错 等下到你了 不是不是 刚才是恐号 看所以接下来讲错啊 为什么呢 恐号 为什么接下来讲错 我已经放在这边的角度了啊 你答案在这边 101度 为什么不对 恐号 因为 没有 对齐 没有align 所以哪里没有align呢 我们的零度 要对齐 180度 对齐 90度对齐 就会找到中心点 所以大家看到吗 上面零度要对齐 零度要对齐 90 180度要对齐 90度要对齐 所以这个是你们的中心点 所以大家你没注意到啊 我是放不到去中心点了 你看到我黏着了啊 对准了对不对大家 我一放手他就弹走 这个就是这个网吧 他ipad 弄到我很生气的地方 OK啊 所以我说短他 可能就可以放到 来大家看 我放他放小个一点啊 为什么他会不给我对齐 因为他这边有一条线 他说他挡着我 所以我必须要放小他才可以 所以大家找到角度了吗 我再注定给你们看啊 所以恐怕 读 多少角度 100 0102 03 04 所以答案是105 我再按这个给你看 看到吗 他是在105的 然后放中心点给你啊 看到吗 105 OK 但是现在 谁有这个张嘎速度 你们是要去量 你们答案的张嘎速度 跟我的一样吗 呀为什么不一样 两个原因 第一个 你们的中心点跟我的不一样 如果是原本的中心点 他是在 上面的话 你觉得角度一样吗 肯定就不一样了 所以记得当你们是block错中心点 标记错误 你们就算错角度 所以第二个原因 就算你放在跟我一样的中心点 你去量的话 也跟我不一样是因为 我的这一个张嘎速度 是有问题的 我已经测量过很多次了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你们只要跟着我的方法 将他的 零度 180度跟90度中间对齐过后 在 标记对的地方 你们只要拉直线 就不可能算错角度 所以算角度 一定是从上面的12点钟开始算到 一整个圆圈的方向 顺时针啊大家 可以吗 所以第一题跟着我的答案 他是 104度 OK吗 他最恐怕 不出来 所以下一个 只选 A1 呀我们去看 不是看东西 东西他是可的话 明白 可啊现在 所以 你觉得 我们现在讲 这一个 十字架 放在 放在 这不放手的话你读到角度吗 有吧 还是太小了一个 zoom in 对 六十 六十二个六十三都接受 因为他是在这两个度数之间 所以答案六十二六十三 所以通常你们的考试 他会有一个加一减一的 所以如果你们写六十二 也接受 六十三也接受 OK但是你写六十一个六十四太过分了对不对 他们会有一个 一个加一减一的那个角度 所以六十二啊 没有问题啊 简单啊 所以流选下一个 我们做b 所以b的话 所以十字架现在 画在kandin 还是画在 十字架现在 流选 看因为他是dari 我们就画在后面kandin 所以现在我将这个bary 这个讲到速度移轴 我们去画在kandin 后面的kandin OK啊 然后连去哪里呢 流选 kandin拉拉去 可以吗 所以现在拉上去 哎呀sorry 拉上去 OK 所以流选下一个 角度量大吗 对准了啦 我对准了我们的 零度 一百八十这个九十度 两个角度吗 那流选多少度 找到角度没有流选 呀 你又知道 你在量着是不是 所以如果这样子放的话我量个角度吗 量着 我总共量到了 十二点钟 的udara 跟 六点钟的satan 就是刚刚好完整的180度 所以这一个不用量都知道是180度了 所以我们要做到现在就是将 这个将个速度 倒转过来 方程 左手边 OK吗 OK吗 六转 OK啊 是你的答案300 你看我的答案 100几 我的答案 120 4也可以 3也可以 我当他是3了 OK啊 所以现在我达到了123度 这个是最后答案吗 六转 123 123 14多接受啊 123度 是最后答案吗 为什么不是 都算到了123度啊 为什么不是 不要忘记大家 我们还有 180度 所以我们就要拿180 加123 所以答案是 180加123 303度 但是为什么你要告诉我300 因为你的答案是对的 我的答案是错的 为什么我答案是错 因为我这一个 我这个soft copy的这个将冠数度有问题的 他的那个刻度有问题 所以你们自己用那个尺算的肯定是对的 可以吗 所以对 大家如果 所以这边有那个将冠数度可以去 测量的话 你们答案真正的是应该是300度 所以记答案 我们要的是方法 不是真正的答案啊 OK我这个只是你们方法不了 OK吗 大家 六转 OK 所以接下来的你们可以自己try对吗 所以你们接下来的学生 的流选购canto 跟 志祥 你没有算到吗 这个c跟e 有下去算吗 canto 志祥 有答案给大家吗 可是你们还没有算 没有算的话就当作是你们的功课 回去自己try OK啊canto有算吗 放在class1 Amana 然后拉到去我们的billet 所以记得啊 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 class1 Amana在这一边 划一个十字甲 然后拉到去 dillet pengter 所以这边肯定是少过45度的 所以你们先看如果我们用10法的话 全部线都是y的 一定算我们的正确答案 明白所以canto在吗canto OK答案还是不要 给他们自己回去try 有林肯头 他肯都没有reply啊 所以我们直接ignore啊 所以我们不做了这两题 我们去看下面呢 这一个 然后objective你们要try吗 比如讲考试很选和问的 给你们看一看啊 第四题 在吗林肯头 你可以try第四题吗 所以这种题目的时候 大家你们要注意的 不是去看他整个讲什么 先去看他的题目 问号这一边 他的问号讲什么 他要找的就是叫做 Ara 他要去哪里 所以他找的是Ara 你们东南西北 所以他就需要你 他讲了 发文机 他要去 Ara matahari terbi 所以这个是在你们要哈拉的地方 所以他要去太阳日出的地方 所以kento答案 刚才不要回答 这种题目这么简单 你就回答 不要这么臭啊 kento 所以大家这个答案是喜啊 日出就是你们的 简单对不对 再给你们拿一点点的 第六题考试很喜欢出的 所以kento下一题下一个人是自想 第六题 所以为什么 Jerome compass永远只向Uttara 我们刚才做过了 在subjective 因为 我们的北极 所以这个是Jerome 没有问题啊 所以来 下面 我们做了两个 我们就去下面的chapter了 所以我要加快速度了啊 所以前面这边你们还简单 都是看考试问的方式了 你们要想办法弥补你们的技术 对啊 所以来 解汉 啊 skip解汉啦 解汉一直我叫你 不好意思啊 So Ivan 做第 11题先 12我不要做 因为12 一起的话 我就很懒惰做了 ok啊 因为太简单了 Ivan 第11题 Hutan 看到吗 他要找的是Ara Hutan 所以Hutan 这一边 所以方向是 7 Ivan 有折风 呀 Slatan啊 记得注意看你们这个啊 所以这个是Slatan的话 反正就是笔 所以如果你们没有看清楚题目的话 你们就会以为 哦 这个是Slatan 这个一定是你们的Barat Daya GG错了 等下来 这一个 考试通常做objective 除了这个Baring Sudut 都很想让你们去练 很想让你们去练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这一题 我做一题给你们看啊 Baring Sudut Ruma Devi 它就是要找 Devi的角度 从学校 所以学校通常是放在 后面就是你们画是假的地方 所以Ruma Devi 在这一边 所以我们要量什么角度 我们要量个角度 一定是从12点钟开始 算起来到这一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在这个角度哦 你们只能用那个 讲到速度去量的话 就很难的费时间 你们自己看一看 这一边 是90度 这一条南的线 是180度 所以答案是一定是多过90 少过180 所以当然很明显就是 东西 我连量都不需要量 明白吗 所以这种题目要小心 OK 所以明白了啊 这个方式讲座啊 所以Ivan Kohler 紫阳你看一下 第15题你会吗 我说了一题 给你讲座啊 所以情况下不用量的 所以如果是Ruma Joey的角度呢 从学校看 所以Ruma Joey在这一边 50 还是多少 有人会吗 所以这个答案是最难的 自行为什么是40度 因为你以为这边是90度的话 这个是40度 对不对 No 所以这个答案是最难的 紫阳 所以你看他 紫阳 看到Dari吗 我故意不要Hallite的 所以你们记得 做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去Hallite Keyword 我没有Hallite 你们就很乱了 对不对 所以来紫阳 Dari的话 我们在Sekola画十字架 还是在Ruma Joey画十字架 刚刚有教到的 上面这边的练习 对不对 紫阳 所以看到Dari这个字 我们在那里画十字架 这个真的是最难的 你们可以穿 所以我才规问你们 所以很好 这样我们在Ruma Joey 画十字架 所以现在 Ruma Joey这边有画十字架吗 没有 没有对不对 你们拿铅笔去画出来 哦 这个是十字架 OK 所以现在他找什么 他要找Sekola的角度 所以你们看一看 Ruma Joey 算到这边的角度 这个是不是你们的90度 这个是不是你们的180度 所以他要多过90 要少过180 所以答案你们注意看看 什么答案是多过90 少过180 多过90 所以明白吗 怎样 所以这一题是最难的 这些就是你们 老师要你们KO的题目 明白吗 所以会难吗 大家 需要量角度吗 完全不需要 需要大概大概画出来吗 要 你们就知道了 哦 原来从Ruma Joey看 到学校的角度 是90 之后 180之前 明白吗 所以这种东西 老师学校有教过吗 有教 老师厉害 老师没有教 所以我们就要上Sekola 各种各样的练习 我们都尽量去复习 你们就不用怕了 可以吗 所以下面这是你们的Bub2 可以的啊 包括我们全部复习的啊 所以这边全部的题目没有做 答案在哪里找呢 上去TTC的Official Website 你们按Seminar Note之前 那比喻一个上面的link 是给你们去拿了一个Seminar 答案呢 我们的Geography老师Hit 已经Pose上去那个答案了 你们去refer OK啊 所以如果你们看了这个答案 还是很奇怪 这么个答案不一样的 大家给我拿电话号码 我尽量帮你们复习 然后After Seminar 我随时在WhatsApp reply你们 OK啊 所以放随之前 记得给我拿电话号码 然后我想办法帮你们去 讨论每一题 通过WhatsApp 还是你要给一个Extra class 都没有问题 重要是你们要学会啊 所以来看Pub2 我们现在加快速度啊 我们现在还剩下40分钟啊 来Pub2 我们要学的叫做 Kerudokan 什么是Kerudokan呢 分成两个 所以你们Halak 去你们第二月Kerudokan 你分成第一个Relative Sorry Relative 一个是Relative 一个叫做Mulak 所以Relative的意思呢 就是指 东南西 不是东南西的 你们的前后左右 OK 所以Kerudokan Mulak的意思就是指 Coordinat 什么是Coordinat呢 有Halater 画来了过后 发现 Latitude 加Longitude 所以Kerudokan Relative 就是我们的 前后左右 所以比如讲 看看这一边 我们当作 Malese Dititrojukan 所以你看哦 通常Relative就是指 我们用一个中心点 我们的指示的地方 Dititrojukan 他这个Dititrojukan的 前后 右还是左 所以我们在Bakwan 我们学东南西的 这边我们只是学前后左右 就很像 在班上的时候 如果我坐在这一边 我的前面是Johan 他是Majiran的前面 不是Suhana 因为他们要面向白板 他们这前面是没有人 明白吗 所以大家的前后左右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 看到Mali的右边是谁吗 Mali的右边 Mali的右边是 Hidayah还是Sharu 不会对不对 就是因为 他现在面向前面 所以Evan 他面向前面 所以他的右边是Sharu 左边是Hidayah 因为他面向前面 所以你现在看的方式 就是正常的 所以如果将这个 Bakantulis放在后面的话 对 所以Mali的前面就是Rohaisi Mali的后面是Chiro Chiro 所以我们的左手边 就是Mali的右手 所以Mali的右手是Hidayah 他们面向这一边 当成这个是Bakantulis 所以这个叫做Bakantu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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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左右 Bakantulis 不要做错啊 Ava Bakantulis 所以什么是Chiro 我们所谓的GPS 所以GPS你们学的是很简单的 我们有五条地球的横线 叫做Latitude 所以地球的直线 我们叫做Longitude 我们只是需要背五条跟两条 因为实际上 基本上我们从地球的赤道 我们的零度 Gakantulis 开始 每一度就是一条新的Latitude 但是他们现在只是要学 整个围成一圈的五条线罢了 每一条就是一条Latitude 所以总共从赤道开始 上面这边有90度 下面这边有90度 为什么 因为直角 所以零度到上面90度 所以这边总共有90条Latitude 下面有90条Latitude 所以总共是180 我们只是需要背五条 可以吗 所以你们记得 ASKJA上面是Arctic 跟Antarctic 是最短的Latitude 它就是最短的Latitude 但是Gakantulis 是最长的Latitude 所以你们要背 我们的Latitude 是将它分成北半球跟南半球 所以北半球 有我们的Arctic跟沙旦这两条线 南半球有我们的Jadi 跟Antarctic这两条线 但是中间赤道 它不属于北也不属于南 它在正中间 所以正中间的话 就不需要写Uttara还是Sratan 零度就够了 可以吗 记得我们全部的Latitude 都可以分辨是北和南 都是分辨北和南 所以它这个在正中间 就不需要它是北Uttara 跟南Sratan 只写零就好了 就很像一样 我们的这个Latitude 一样有零度 零度就是我们的GMP 对不对 这边有点错误啊记得啊 这个是零度的话 根据这边的角度 正正后面这边应该是180度的 但是它没有 还180度在这一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这边是180度 正前面这一个 这个应该是零度的 因为我们踏出来的时候 数字有一点点走歪了 所以这个零度是在这一边这条线啊 这是零度 所以正正后面的这个就是180度 所以零度 我们的这个Longitude 它是打直的线 所以 sorry 忘记在你们下来 Latitude是Garisa Merindan Latitude Garisa Merindan 打横的线 所以Longitude是打直的 Garisa Merindan 打直的线 所以打直的两条线的名字就够了 一个叫做GMP Garisa Merindian Pangal 也叫做Garisa Merindian Greenwich 打直的线 所以它是零度 所以零度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讲Longitude 原本可以辨认东边Dimo 跟西边Bara 的Longitude 不需要了 我们写零度就好 但是后面这个是180度 对不对 我们就要写 T stroke B 还是B stroke T 都没有关系 证明180度 是在东边Dimo 跟Bara 之间 所以这个180度 我们需要写 T stroke B 还是B stroke T 都没有关系 但是零不需要 所以180度 T stroke B 我们叫做GTA 所以GMP GTA OK吗 所以GTA为什么 它要背它的名字 所以你看它的名字 Tare Andra Bangsa 比如讲 现在GTA这边 它已经凌晨12点钟 它今天就是28号 但是其他前面的时间 都还是27号 因为地球是从西转向东 所以东边这个GTA 最右手边的这个GTA 它是最早 拿到新的 时间跟新的 日期的 新的日期 新的时间 可以啊 所以它到凌晨12点 它是新的一天开始 剩下的都是前一天 就是27号今天 明白吗 大家 记得GTA 它是为了 它是为了Memisa Kantari 跟Vaktu 我们的Bahagian Timo 跟Bahagian Baren 可以吗 所以一个是Korodokan Relative 前后左右 一个是Korodokan Mulak 就是我们的Latitude加Longitude 记得我们先 写T这个字的话 我们是先写Latitude 的横线 再写Longitude的直线 T 所以T这样子写条写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的coordinate 交叉点 Bab2有问题吗 大家 给我5分钟 我们截斗完Bab2的练习 明白了 大家有问题 现在快快举手问 去看你们Bab2的练习 Bab2会讲问 第一题 这种题目 Korodokan Relative 我们的前后左右 所以刚才我问到谁 杰汉对吗 Ivan问了对不对 所以 子杨 Ruma Huxin 在Jala Ngan的哪里 所以你看Ruma Huxin Jala Ngan 所以在Jala Ngan的上下 U还是左 根据这条马路 Ruma Huxin在 三点钟 前后左右 这条马路向前走 向后走 对 对 它在它的右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Carnal OK OK 所以来 冲突开始 第二题 Hospital 在Bondopolis 的哪里 所以你看看到 Hospital Bondopolis OK吗 所以 所以 孔号 这是一条马路 Hospital Bondopolis 答案 只要 下次记得写英 国语 不要写华语 出来给我 我都知道华语 所以答案 是哈达班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的建筑屋 通常都是面向马路的 但是除了 这一个 Ruma Panda Lella 为什么呢 看到它的门吗 这边有马路 这边有马路 所以Ruma Panda Lella 应该是面向这一边 所以这边是后面 但是Bondopolis 跟Bondopolis 它们一定是面向各自的马路的 所以Bondopolis 面向 Jaran Mera Bondopolis 面向 Jaran Dion 所以 基本上 Ruma Hospital 在Bondopolis 对面 Bondopolis 也在Hospital 对面 大家都是面向 对方 所以这个答案 就只有一个答案 叫做好答案 孔号 可以吗 简单 所以下一个 子圈 谁在Ruma Sorry 不是Ruma Putte Liza Putte就是一种 Fashion House 所以可以看到 Ruma Liza 面向这一边 所以Ruma Ming 在Ruma Liza的后面 所以这个就是 你们的Ruma Ming 可以吗 剩下的 你们可以自己 try吗 比如讲Ruma Andy Deletta di Ruma Demi Ruma Andy在 这一边 Ruma Devin在 Deming在这一边 所以他们都应该是 所以他们看到 你的门是在这一边 他们在这一边 对不对 所以大家 这是什么答案 面向吗 没有面向 因为他们肯定是 面向下面这条了 OK 所以我们再看Ruma Andy 在Ruma Demi 他面向这一边 所以这个是 Harder Harder Pan 这是Plaqan 所以这个是什么方向 在Ruma Deming的 我们的左手 就是Harder 所以Evan 你每次都 变错方向 我们看这个 是我们的左手 但是你想一想 现在 我们不是看前面 Ruma Demi Deming的前面 是在这一边 这是Harder Harder Harder 所以我们看到 是我们的左手 其实是Deming的 不是左手 明白 就是他的右手 Kan 所以要小心题目 可以吗 看到吗 他的屋子 这边是他的前面 这是他的Harder 打扮 所以这是他的Ber Latan 所以他原本的右手 Kan 也会变来这一边 这个是他的Kan 所以Andy在 Ruma Demi的右手边 DKan OK吗 要小心这种题目 这Harder的一题吗 子确 Harder的一题吗 Demar Recuracy 在Station Meteorology 这个就是我们的 呃 宇航局 所以Station Meteorology 是看 天空的 所以看到吗 这是他的城门 他的前门 前门在这边的话 这个就是他的Ber Latan 一样对不对 所以这是 一样的 所以Demar Recuracy 在Station Meteorology 的右手边 OK吗 所以做错真的 没有关系的 这个只要不是考试 所以你们这边做对了 就考试不会再做错 所以一样是Kan OK吗 大家 对啊 所以这个是叫做Korodokan Relative 前后左右啊 没问题啊 所以留学 我们去做下面的这一个叫做 Korodokan Moonlac 我们的Korinasi 也可以叫Korinasi Kor Di Nak 国语 Korinna 所以英文 这么我写到两个O 国语也是叫做Korinasi Nasi跟Korinna 是一样的东西 Korinates跟Korinna Korinates跟MuS 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先找Latitude 再找Latitude对不对 OK啊 所以你要做哪一个 刘选 我给你选 PQRSTUVWX 你要做哪一个 选一个出来 不要看上面了 这么快 就要做第一个 你们可以不要每次都这样子吗 每次都做议题 我不管 我只剩人家做X 我不管 刘选 做X 所以第一个Latitude多少 X 刘选 所以X 是看55先 还是看58先 答案是58 所以记得 发现 刘选 拿出你的笔 它来的也可以 Latitude是打横的 我们先看X是打横的 叫做58 所以X是58 都 Slatan sorry Slatan 所以看到吗 X打横的线 再看它打直的线 55笔 所以55 Bara 所以加起来 就是你们空一点位置 58 Slatan 空一点的位置 55 Bara 这边空一点位置 可以吗 大家 会难吗 西北简单 但是你只要 先做到直线 再做到横线 你这个 Kurutukan 就会错错了 你的Cordinates 再做错了 六圈 OK OK吗 Pub2 解决完 所以Pub3 更简单 什么是Pub3 大家 Pub3 我们的Pata Laka 对不对 所以PataLaka PataLaka 放一个Star 在你们的第三页 一定要配它的Definity 什么是PataLaka 大家 Solobo Hongami 也是你了 PataLaka 第一个Keyword Kambaran Pramugan Pumi 地球表面上的图案 是从上面 看下去 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Keyword Hanlan Atlas 所以你们要自己慢慢 慢慢讲 它变成一个句子咯 从上面看 然后它有第三个Keyword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区域 什么区域呢 它的区域就是 我们画出来的这个Symbol 其实有分成四个对不对 这四个Symbol 都是由大自然的 还有人造的 所以我们有Panandara Pisika 跟Panandara Dudaya 三个Keyword 所以如果你叫我造句的话 写它的Definity ForPataLaka 我肯定不能够跟 这一个句子完全一样 我准备这三个Keyword Oh PataLaka Laka 就是大概画出来的 它叫做Kambaran 所以我会写 Kambaran PermukaanBumi Dari PandangAtas Dilukis 我才能够说 为什么 Lukis不就是 Kambaran的意思 Kambaran PermukaanBumi 所以我通常 这是我去造句方式 Kambaran PermukaanBumi Dari PandangAtas Dengan Ciri-Ciri PandanganDataFizikal DanPandangDataBudaya SesuatuKawasan 所以很多字 我都是进了卡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造句方式 我就不用靠死 我只是记得 它是从上面看下去 PandangAtas 都画出来的图案 叫做Kambaran 都地球表面 PermukaanBumi 然后有人造的特征 跟大自然给的特征 所以 Ciri-Ciri PandanganDataFizikal PandanganDataBudaya 所以记得大家 不要靠死费 被它重要的 Keword都记造句 你们就可以随时 随地进考赏 自己写句子出来 OK啊 所以整个PandangAtas 有五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 一定是Tajo OK Tajo 所以第二个特征 它的框 所以这个是它的框 所以框那边 你可以画你的MAP出来 你可以准备 你的那个标示 和敦修 所以第三个 就是你们的风向 Aramata Angin 所以通常你的风向 画在这个MAP里面的 右上角 还是右下角 都可以 看你们自己写吗 为什么 可能右下角 这边很多东西 你就不要画在这个 刀铁上面 你就画在空位这个地方 可以吗 通常都是在MAP的 右上角右下角 第四个 就是整个MAP里面 所有的符号 我们叫做Symbol 所以Symbol有分成 四种 哪四种呢 Symbol Detect 第四个 第一个Symbol Detect 就是指一个Symbol 代表一个符号 Symbol 代表一个点 也就是一个建筑 所以你看 通常Symbol Detect 都是一个东西的 比如讲 这边真的是 只有一间回教堂 一间印度庙 这边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 这边真的有八间家 这边这里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间家 这边只有 一二三间家 这些就是叫做Symbol Detect 一个代表 一个符号 代表一个东西 所以看到吗 这边全部都是 一个代表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 我们先去备 Kawasan 一个Symbol 一个符号 代表一大片范围 所以一大片范围 我们的Docit 一大片范围 我们的道天 一大片范围 我们种香蕉树 一大片范围 我们的Symbol 所以Symbol不是这样子画的 Symbol通常是用 宽度来画 所以自己画这样子画 看这边是两个高三对不对 我们可能就会这样子画 这个是高的 这个也是高的 我慢慢就画了个圈出来 所以它是连起来 这个圈 多一次啊 这是高的地方 然后再慢慢下去 低一点 再低一点 然后这边连起来 对不对 连起来 这样再 可能再夸张一点 这个就是Kawasan 两座三连起来 这个就是Kawasan 它指的是一大个范围 所以这个大范围 我们叫做Kawasan SymbolGawasan 所以你在看哦 不可能这个三角下 三角下这么多地方可以种橡胶树 我真的在三角下只种一二三四五六七棵树吗 七棵橡胶树 够收个什么那个橡胶的那个乳子 不能够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可能坐这边七十棵 七百棵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符号 代表一大片范围都是种橡胶树 我们叫做SymbolGawasan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SymbolGawasan Kalapa Saby都是我们特地种的 Kata也是我们特地种的 还有Kalapa 耶稣都是我们特地种在海边的 这边没有海边 所以没有种 所以这三个农作物都是人造的 古代 但是剩下来的这些全部是大自然原本就有的 大自然原本就有高山 原本就有红树林 原本就有潮 原本就有湖 原本就有沙滴 海边的沙滩 还有我们这个沼泽 一个是红树林 一个是沼泽 都是大自然原本就有的 都是一大片范围 所以这个叫SymbolGawasan 改变被骗到 一棵树 代表一棵橡胶树 No 这是一大片范围都是种橡胶树 OK 所以会分的吗 一个Symbol代表一个符号 一个符号代表一个地点 Symbol地点 意思是一件东西 一个符号代表一大片范围 叫SymbolGawasan 所以Gawasan更简单 第四题的C 什么是Gawasan 任何的直线弯线 所以直线的马路 SymbolGawasan 直线的火车路 就是JalanKaritavi 对不对 我们的SymbolGawasan 还有什么呢 这个 通常叫做人行道 也可能是MotorLane 所以这边看到吗 他没写 Dana Dana就是指这种 这一个 NorongJalanKaki的意思 OK啊 所以这个Dana就是让人行走的地方 NorongJalanKaki 所以这个不同啊 这个SymbolGawasan SymbolGawasan通常是这样子画的 一核一个点 一核一个点 比如讲 这边是泰国 这边是马来西亚 我们就是用这个SymbolGawasan 所以SymbolGawasan 这边少了那个点 因为它太小了 OK 所以最后一个 核长长的 也是我们的SymbolGawasan 还有最后一个 它随时每次都忘记了 这个你们可以的话圈起来 这一个是叫做桥 桥 一座桥 长桥 短桥 都是一座 叫做Gawasan 可以吗 所以这边全部是线条 直线 完线都好 都是线条 所以最后一个 更简单的 SymbolGawasan 英文 所以这边全部 在这个Map里面 有什么Symbol KG KIL KIL PDI PJA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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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叫Syngatan PKATAN 还有吗 有 Sungai KAMBUN 这些都是Syngatan PKATAN 所以这四个符号 我们都要画在MAP里面 这是第四个特征 第五个特征呢 这一个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叫做PEDUNJU 指示 标明 这样我们的Symbol画的意思出来 然后写出它的名称 它是代表什么 这个叫做PEDUNJU 所以PEDUNJU 我们又在分成 两大种 一个叫做人造 Buddhaya 一个叫做大自然 Physical 所以大自然的是Syngatan 所以Buddhaya是人造的 所以我们这个 KILAPA SAVI KETA跟KILAPA 对大自然给我们的植物 我们特地讲 我们在 TAKIPUGET三角下 我们从橡胶树 我们从 油种树 橡胶核 油种 KILAPA SAVI 在海边 如果这是海边 不是稻田的话 这是海边的话 我们特地在海边去种 耶稣 所以这三个 大自然的植物 我们都是放在 Buddhaya 所以大自然 别的叫Physical Buddhaya Syngatan 但是只有这三个 不是大自然 他们都是放在Buddhaya 我们特地种出来的 所以这个KILAPA ECONOMY 我们特地种出来的 我们叫做DANAMAN 浓舟 OK 所以从步骤去画这个Buddhaya 我不觉得考试会画了 所以会画的话 记得这五个步骤不是要你们真正的画 是要你们去背出来 第一个 我们要去在MAP写出第一个 他就跟他第二个这个框 before我们真正画这边的Symbol出来 所以看到他第一个步骤 我们要去写他的他就 Dulis Tajo 然后去准备画 那个Buddhaya 所以Buddhaya 就是他的框 我们才有位置去画那个Symbol 跟去画那个Buddhaya 第一个步骤 Lukis Tajo 所以Lukis Buddhaya 跟Dulis Tajo 第二个 我们在MAP的右上角 还是右下角 画风向 第三个步骤 我们就是要去准备 画这边的四个Symbol出来 还有选择适合的Symbol Buddhaya 所以选择然后再画出来 所以这两个是一起的 一样的步骤 选择先 再去画出来 所以最后一个 讲我们第五个期律 这是Buddhaya Symbol 画的意思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Lukis Buddhaya 所以五个步骤 可以吗 考试会出吗 很少出 我过是因为刚才那个English 他们讲 老师讲会出这个Langka Langka Buddhaya 所以记得 在班上的时候多问老师 老师这个会不会出 老师一点头 我就会放符号背起来 OK啊 所以这个我真的觉得你们不用背 英文班他们讲老师会出 我就叫他们背起来 OK吗 所以第三个单元就是这么简单 OK啊 所以第四个单元 需要背吗 要背吗 马来西亚在哪里 在地球 的亚洲 亚洲的东南亚 你们看过地球的Mac吗 你们反正吃的也是会用到对不对 FORM2你们就会看到地球的吗 FORM2的notes 给你看啊 这个是全球 的地图 所以如果这个是亚洲的话 这个亚洲的东南 所以我们叫做东南亚 所以东南亚 所以这个你明白了 阿西亚等格拉 等格拉是东南 所以马来西亚有分成沙巴沙拉瓦跟 什么南京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半岛 所以马来西亚半岛 什么南京马来西亚 然后沙巴沙拉瓦 然后不要忘记哦 我们马来西亚是被一个南中国海分开的 所以然后去那斯拉丹 分开我们的 什么南京马来西亚西马 跟我们的沙巴沙拉瓦 懂吗 加南中国海啊 然后马来西亚被我们有13个州 跟他的伊布尔德里 还有三个联邦之下去 所以这个才是正确的方式去背 为什么呢 马来西亚先 从达那马来西亚独立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个联邦之下去 就是我们的首都 伊布尔德里 巴沙拉瓦 然后我们再去创立我们的 沙巴沙拉瓦之间的这一个岛 叫做拉伯 所以我们了这个 闽南先 闽州先 是吗 忘记的话语叫什么 总之国语叫做拉伯 所以第三个才会在 沙拉伦坡下面这一边 有了我们的这个 所以沙拉瓦是我们第三个联邦之下去 也是我们现在最新的中央联邦政府的 部门 就是在沙拉瓦 所以叫做中心 就是管理中心 联邦政府的管理中心 在沙拉瓦 因为沙拉伦坡是我们的首都 也是我们第一个联邦之下去 太塞车了 所以部长们就跟政府要求 搬去沙拉瓦 比较交通方便 OK吗 所以这边的名字都背到了吗 要讲去背那个粥的名字呢 好吃的食物 我们讲 布拉瓦 茶鬼调啊 拉克萨那种 然后摩拉嘎 有那个沙拉瓦 然后有了一个 牛奶食物啊 那种 所以剩下的就是 吃了会肚子痛的食物 什么食物呢 布拉 所以布拉瓦变成 布拉瓦 你记得吗 布拉瓦 还记得吗 那个肥的方法 你看 布拉瓦 塑拉 八再加三 所以整个西马尔十一个州 克兰丹 德仁干诺 巴汉 OK 所以十三 十一个州再加两个州 我们的大 最 马来西亚最大的州 叫做沙拉瓦 第二大的州 叫做沙拉瓦 所以这个小的 就是短的沙拉瓦 这个最大的 就是长的沙拉瓦 对吗 所以只是背州够不够 然后我们还要去背 他们的伊布 所以十三个州的伊布 伊布 伊布 克里叫做 康格 阿罗斯塔 布拉瓦 叫做 Georgetown 然后 然后 布拉瓦 是伊布 我们的 叫做 沙拉瓦 所以 就是 国内 的首富 然后 梅拉瓦 是 参加 朴拉瓦 朴河 是 朴河 巴瓦 德兰 是 国大 巴瓦 德仁干 是 所以 巴汉 因为我从巴汉 来了 所以 一定要背到巴汉 所以记得 你们背的时候 不只是背名字哦 进了一边背一边去点出来 点出他的伊布 能隔日 然后你们的沙巴 就是国大 金拿巴鲁 在这一边 OK 然后你们的 古镜 在沙拉瓦的这个地方 这边 很像有一个Y 这样子的 呀 所以你们注意看啊 这边是一个Y 这样子的 12 所以在下面这个正中间 就是你们的古镜 对吗 可以啊 所以背完了 不要忘记 我们的 瓜拉瓦 我们的 布拉加 跟我们的 拉瓦 所以通常 我是先背 瓜拉瓦 第一个 再背第二个拉罐 最后一个 才是被我们的 布图加亚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他们 设立起来的先后顺序 先有瓜拉瓦 再有拉罐 才到布图加亚 可以 OK啊 所以最后一个 Bug 5 基本上 我们的 纳门话 在交着 对不对 所以记得 Bug 5的第一个 我们的地球 的面积 objective 所以你们记得 510M Billion Km Perserge 就是 Km Square的意思 所以第一个 这个考试一定会出的 我们的整个地球 大自然的系统 大气层 生命系统 水源跟 我们的地层 地层就是我们的路地 跟那个地 的上半层 记得是整个 因为这边有各种 各样的石头 跟各种各样的 矿物质 这个就是我们的 Litosfera 所以只要你的 挖堆的地方 你挖堆了这个Litosfera 可能你就挖到石油 矿物质 你可能就挖到金矿 锡矿 你就 锡别有钱 OK啊 所以这个是你们 第一个要背的 5.1叫做 System Physical 5.2 我们要背的 叫做地球的构造 跟鸡蛋一样 鸡蛋壳 就是我们的地壳 哥拉布米 鸡蛋白 就是我们的地慢 鸡蛋黄 就是我们的地壳 我们的地形 所以地壳有分成 地内壳跟地外壳 所以地内壳 我们的Dalaslam 是地球最多 地形盈利最强的地方 就是它是最多 钻石的地方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的地内壳 地内壳 Dalaslam 有很多钻石的 因为各种矿物质 都是被地球的地形 的吸取真中间 但是偏偏我们连地壳 都挖不出 我们挖不出 地壳 所以宝的地壳挖不出 所以地内壳 是固体 地外壳 是液体 所以里面是固体 外面是液体 我们的地板也是一样 大部分的里面的地板 都是固体 但是只有最上面这一层 一点点的溶浆 叫做半液体 知道什么是溶浆 对不对 年年糊糊的 像液体没有固定的形状 但是又流得很慢的 比如讲 你们的口团 你试过 吐口团出来吗 有玩过口团吗 18% 所以不要去玩口团 所以我们的地壳 也是分成两个部分 最外面的 不是最软的 它反而是最硬的地球的壳 叫做硝 我们的silica 跟iluminum 所以地底下面的 那个海洋的陆地 叫做硝 一样是silica 但是这个ms是magnetium 都是金属 所以整个格拉布密 是地球最硬的一层 对吗 所以这个塑布密 交过了 所以来放学之前 我们去看一看 我们要背了 我们的七个 Bernard 跟五个 拉罗丹 所以昨天上华语课的 交过了 对不对 所以来 第一个 阿西亚最大的Bernard 第二个是Africa 第三是America Uttara 第四是America Selatan 第五南极洲 第六欧洲 第六 第七最小的澳洲 澳洲 就是澳洲 所以这七个 叫做Bernard 然后五个海洋 我们的老大 最大的海洋 就是太平洋 叫做Pacific Ocean 所以记得 地区是圆球体 所以这个左边 跟右边是一样的 叫做太平洋 然后第二大的 就是这个S字形的 老大 Atlantic 所以第一大记得 Pacific 太平洋 第二 Atlantic 亚特兰 海洋 亚特兰第一海洋 Atlantic 第三是印度洋 老大 Hindi 所以记得 第二大的海洋 它是S字形 也是唯一一个海 有令土 就是连接去我们的地球的 北部跟南部 就是北极跟南极的意思了 看 第三大的海洋叫做印度洋 它在三个Bernois之间 都是三个Bernois A 就是阿西亚 Afrika 跟澳洲 只有一个Bernois 不是上方 A 叫做Aerobah OK 所以印度洋在三个之间 所以这个印度洋 它是一个喵喵头 还记得吗 喵喵 所以我画了个脸出来的 所以这边是南极 这是你们的喵喵 OK 所以我画画很长 总是一个喵喵头了 这是老大 Hindi 这边有一个这样子 两个三角形 所以第四大的海洋 就是包着南极洲的南极 北极洋 OK 这叫拉拉丹 斯拉拉丹 这是第四个 OK 所以最小的海洋 就是上面的 这一层这一边 看基本上这边 都是连起来 对不对 地球是圆球体吗 这是最小的海洋 所以基本上 那个南北极洋 就是这样子 小小胳膊 看既然 当它变成一个圆球体的时候 这个北极洋 就只是这样子的 南极洋 这样子 印度洋 很大的 印度洋很大的 所以更大的 我们的Atlantic S星的 然后最大最大的海洋 这一个太平洋 地球连起来 OK 所以过后 这一个就是我们班上要问 要讨论的东西 所以你们可以现在做一个小记号 比如放学之前 OK 我们真的练习很多做不到 所以不用担心 我们的Geography老师已经答案 全部放上去 我们的 那个 Official Website 所以我现在看到很多 很多接汗的头已经歪下来了 对不对 最起码你还是做直子 可是我的银门班 开摄影子 全部已经 放在手法上面了 因为一个小时半真的会烂掉 所以记得一个小时半 我们要去看最后一个部分 什么是格拉布密 地球最硬的部分 会移动吗 会 会移动了 所以知道什么是Hanuta Benua吗 我们其实这七个大陆 在两千万两亿年前 他们全部是一片大陆 就是全部陆地 这个跟这个连起来的 所以这边跟这边连起来 这边看到吗 这边一个S型 这边一个S型 连起来 所以这边 这个东西 如果你注意看 这个样子 这边连起来 这个是卡在这一边 以前陆地全部连起来的 用了两亿年 慢慢分开来 所以我们画箭头 分开来 所以为什么分开来 不要忘记 我们的地壳 可拉布密 下面这个 老皮萨班德的上面 这一层 这一层上面 一些是龙江 没有固定的形状的 半叶体 所以当龙江慢慢在流动 我们的地壳就会慢慢散开来 叫做Hanuta Benua 用了多久 到现在形成今天的地图 用了两亿年 然后不要忘记 地球 有46亿年的年龄 两亿年前才慢慢移动 怎样证明 两亿年前都没有人类 我们有地质学家 Geography的Geologist 地质学家 他们找到这边的土壤 跟这边的土壤 是一样的 这边的土壤 跟这边的土壤 是一样的 他们才有这样子的根据 两大路连起来 才看到他的那个 地形是什么都可以连起来 很像拼图这样子连起来 所以他们就去检测 那个土壤的年份 两亿年前 这个叫Hanatan Benua OK 所以第二个 这两个山 叫做Gunung Lipat 跟Gunung Bangka 所以我们懂什么是Lipat吗 折衣服 Lipat Baju 所以这个山其实就是两颗陆地 看我的手啊 两颗陆地 他们相撞 所以看到吗 我在这样子画相撞 这个是分开来的陆地 陆地全部分开来 所以Gunung Lipat就是指 陆地相撞的时候 因为龙江在下面流动 所以分开也会相撞 相撞的时候 它慢慢挤上去 就变成 道山 所以马来西亚大部分的Bukit 跟Gunung 你们听过的 神山 Gunung Kinabalu 挤上来的 我们也听过什么叫Banjian Diti Wangsa 对不对 我们的Gunung Tahan 我们的Gunung Korobu 在西马的山 也是大部分的都是 大部分都是挤上去的 这个叫做Gunung Lipat 有挤上去的山 就有分开的山 Gunung Bangka 就是那个陆地 看我的手啊 他们下面的沿洋在流动 向左向右 所以他们分开 分开了 不代表这边是直接去到地形 它分开了 然后一些土地跌下去 明白吗 两个分开过 这个土地这样子 一些土地掉下去 所以这边原本是平地 但是他们现在分开了 所以这个就是最出名的 你们可以上网找一找 它叫做Gran Kanian 听过吗 C-A-N-Y-O-N 在美国的 大红股 还是大甲股 美国的红色那个大甲股 你们可以上网找一找 Banjian C-A-N-Y-O-N 他们原本是平地 然后裂砍 就变成 所以我们有相撞 就有分开 所以如果我们这两个加起来的话 就是又相撞又分开 什么东西来的 叫做枕栋 又撞 又分开 又撞又分开 很坏的情况之下 可几坏 几分钟 撞一次分开一次 几分钟 撞一次分开一次 我们叫做替枕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 Gran 地枕 又相撞又分开 OK啊 地枕 在陆地发生 地枕 在海洋发生 随时会导致那个海啸 Tsunami 因为 海水没有固定的形状 枕栋的时候 就会形成一个一个波浪 所以波浪越去到越远 它就越来形成越来越高大的 海浪 海啸 OK啊 所以这个质点会做到 大半山 OK啊 对 少语 要放学的 还剩两分钟 你现在才来 OK啊 等一下放学之前 还给我多两分钟 懂怎么是火山吗 火山基本上就是你们可以用它来的写下去 古弄林伯 挤上去的山 就是会形成古弄 波拉币 OK 少语这个不是封万吗 这么你会进来的 你不是封度了吗 你不是封万来的吗 你不是封度了吗 这么你会上来封万的阿比 你封度了不是少语 这个是封万的班来的 可以不要随便进来这个班了 你可以上去YouTube看我们的official recording给我加完书先 可以啊 加完书先 所以看来大家 古弄波拉币 是火山 其实是两个板块 我们的 像古弄林伯的纸 古弄林伯是相撞它挤上去 但是古弄波拉币是挤上去的时候 一个先要去下面 一个去上面 就好像你们还记得吗 我们的地壳 一个去上面 一个去下面 那个曼调那边 所以去到曼调不是有很多荣浆 它将一些板块溶了变成半液体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空隙 有裂缝 所以荣浆就慢慢从裂缝慢慢喷出来 慢慢变成火山 所以这个记得 古弄林伯跟古弄波拉币都是相撞的 叫做Pertumbungan 只是两个挤上去变成古弄林伯 一个跌下去 去到荣浆来一边 他们就会有裂缝 所以就慢慢慢慢跌出来 慢慢变成火山喷出来的 火火山古弄波拉币 可以吗 这是你们的Bug 5 所以现在准时一个小时半 我们只是复习来Bug 1跟Bug 2 Bug 3完全没有机会做练习 因为一个小时半真的不够 所以你们现在去你们的第 第11页你们可以try吗 答案都在official website 你们将一些 objective一定要try 一定要try 所以你们现在基本上做完了过后到第12页过后 你们看第13页 重要的你们勾起来 不重要的我会叫你们直接 因为真的是不需要浪费时间 每一题的一题都做完 你看第8次的第1题 可以的话做完它 答案都在nots里面 我刚讨论了的 大自然的 人造的 可以吗 所以Bug 2这一边你们要不要try 可以不要try 这个真的可以不要try 只是我在班上说我会再打差掉 这个可以不要try 但是你们要try没有关系 因为刚才就先讲老师 我们真的想要做每一题 你做吧 总之你会做第一题基本上已经很够了 第二题可以不要try 但是你有时间你就try了 ok啊 第三题 所以不是第三题 第15页一定要try 所以这个一定要try 重要的啊 对啊 所以下面这个是你们的buffer 对不对 对啊 因为我都觉得你们应该变完全部的周的名字了 对不对 周的名字考虑就修吗 很少分数 不会超过两分的 都是一两分的了 对啊 reliable school 但你们可以try了 但是不用try 也没变得了 对不对 真正要try的是第二题 第二题是你们的eble negary objective很喜欢 至少问两到三题 可以吗 所以你们去配全部的negary的eble negary 再去配什么是eble negara 什么是pusat 所以第二题 这个一定要try 上面这个negary真的还好不了啊 所以现在buff3做完了 第18页可以看一看 这个其实是你们的buff3的map来的 不是buff4 我们这个buff4是配malaysia的map 对不对 所以这边buff3的 你们可以直接丢掉 不要做了 为什么 因为我看过了 这边的练习 buff3 更好做 好做过这一题 看这这这边的全部第10到第16 可以直接丢掉 真的还好 看来 buff4 buff4是你们的 普大门人确做完了 buff5 我们那个system physical 可以预认识的对不对 emmosfera hidrosfera hidrosfera litosfera 跟biosfera 那个可以直接去做你们的tdc的普通练习 所以这边这个structural考是一定会出的 Golabumi Mantel 还有Traspumi 分成Dalam跟Lua 记得try啊 所以这边 Benoa Lautan forma第一次考试一定出try 所以接下来你们的第3个这边全部 我都不够时间做 因为真的1个小时半是很不够时间的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第4个 怎样形成Golabumi 基本上forma不问 form2还是问 所以现在快快选择好 form2就轻松一点 ok吗 看来总之你们做到第20月 总之只有3月不要做 重复多一次啊 第18不要做 ok 然后你们的这个能力也不用做 可以吗 然后这个第2题也不用做 这3题不用做不了 其他的尽量try 答案都在Seminine Notes的official website ATTC的official website 所以剩下后面这边的全部 你们都可以try 总之这一个 Golabumi 你们有些不是上我班对不对 只是上online class啊 所以我的physical class 我会叫我的physical 因为我的physical class 是我可以看到学生 我会逼他们做这个Golabumi 然后再班上我直接改 所以你们的话可以try try了过来 大家我的电话号码 你们可以send给我啊 老师我给了答案多 然后我还是不明白 所以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他告诉我你是form1啊 然后你们是form1 geography 的Gtas model Seminine Gtas model 然后老师为什么这个答案是C不是A 可以一个一个恢复给你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给一个extra class 然后你们直接全部起上 都OK是不是TTC的关系 是不是TTC的学生都没有问题 OK KR 放学了 拜 考试加油 6月7月了 记得try啊 大家 拜解汉 Thank you 阿杰 拜 孔浩 拜 Eva 拜 子祥 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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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